如何观察中国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 世界各国又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影响力 而两岸间有哪些焦点议题与新闻事件 深入解析 多面向的透视中国 欢迎收听 这样看中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上个月就是去年12月 整个中国的一个PMI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表现又是比之前来的更差 目前的一个指数大概是49 那跟2023年的6月其实是维持差不多的一个水准 那事实上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低于50 这个其实不是只有中国独有的这个现象 事实上在这个欧元区 在美国甚至我们台湾 其实也都出现所谓的这一个制造业PMI萎缩的情况 台湾呢更是大概这个连续10个月 出现了这个紧缩的一个问题 所以你去看不管是欧元区南韩台湾或美国也好 基本上在这个今年一整年大家的PMI呢 都持续的在低于这个所谓的农枯线50 那为什么中国的一个PMI 低于50会让大家更为紧张呢 最主要的就是除了看PMI以外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整体的一个就业衡量的这个指标呢 其实也表现的不好 我们可以看到像制造业的这个就业状况呢 还是变得比较差 从中国这个12月从业人员指数又降低了0.2来看 目前是大概47.9 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这个中国的就业市场确实表现并没有 虽然只有差0.2 但是我们也至少说没有看到这个好消息 那从中国之前开始不再公布青年的这个失业率 到目前你看到整个制造业障碍缩 跟我们这些先进国家 或跟许多的民主国家 那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最大的差别我想是在于 对于中国的一个外人直接投资 也在大幅的降低 那这个是我们看到中国 台湾或者是日本或美国 欧元区很大的不一样的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去年一整年 或者是说从前年到去年 事实上整个中国在政治上的一些政策 那已经使得很多的外资持续的在往外移 那再加上之前 原来这一个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管制 就在持续的加深 那也使得这些厂商呢 开始不见得说他马上会离开中国 但是呢他至少会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来设厂 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中国的一个经济状况 是在往比较不好的方向去走的 加上在新的一年 整个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科技管制呢 科技出口管制 又在持续的加延 所以中国整体PMI的数字不好 其实就凸显在中国本身的一个经济数字的表现不好上面 那过去我们知道 比如说台湾也好 韩国也好 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中国的出口都是相当相当多的 那甚至过去很常被提出来的就是 韩国对中国有签订所谓的FTA 那韩国也是RCEP的一个议员 就跟东南亚这些国家 还有中国日本都是这个RCEP的议员 那这个也被常常拿来作为说 台湾如果要发展我们的外贸 要刺激我们的出口 我们应该要跟中国签订ECFA 或者是说台湾应该要加入RCEP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事实上韩国并没有因此 在这几年下来 它的出口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事实上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概念 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不是只有我把我的东西卖过去 可以有比较低的关税 或者是有比较好的优惠 事实上别人卖到我们这里来 我们也必须要给予相应的 比较多的这个关税的优惠 或其他的这个通关的优惠 所以这个必须要是互惠的 那问题来了 如果今天跟你签订 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 它本身的经济变差了 本身经济变差会发生什么问题 就会发生说这个国家 它跟你买东西的能力降低了 可是这个国家 它经济变差了 它还是希望它的产品可以持续的出口 所以如果它的产品还可以再持续出口的话 那就会变得说 你卖过去的很少 那它卖过来的很多 韩国在此情况我们可以知道 那我们就很有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贸易逆差 那目前你可以看到 韩国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韩国过去的第一大出口国 是这一个中国 那在这几年下来 在上个月去年的2023年的12月 事实上韩国最大的出口国 已经从中国变成所谓的美国 而且这个不是只有在这几年 中国占据韩国第一大出口国的地位 不是只有这几年的事情 是20年的事情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中国市场 它确实发生非常大的变化 当一个国家 它本身的就业市场不好 它本身的这个所得就会慢慢的往下降 可以消费的人就会越来越少 当可以消费的人越来越少 它去买进口品自然也就会越来越少 它买的进口品越来越少 那原来对它的出口大国 第一个受到的伤害也就越大 你会说为什么台湾受到影响 好像没有像韩国这个样子 我们知道韩国过去有很多 非常不错的这些消费材 也就是所谓的终端产品 卖到end user手上的 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其实一直以来 我们在end user这一块 其实我们的这个竞争力 并没有其他国家那么好 台湾在过去也有很多人会一直 谈到就是说 我卖过去中国 我可以卖到中国市场的内需 这个市场非常非常大 可是近几年下来 我们其实看到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产品 都还是集中在中间材手上 那中间材其实我们过去也有提过 中间材就是我必须要在加工制造以后 才可以卖到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手上 基本上我想台湾长期以来 中间材的一个出口占比 大概都是在七成九七成五以上 那在前年2022年 我们的中间材的出口大概有百分之七十九的比例 我们的这个消费材跟资本材的比例都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你可以想象 百分之七十九都集中在中间产品 其他的部分就只有资本材跟消费材区分 而且消费材分的又更少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当中国内需变差的时候 就要看我们卖过去的中间材 是不是都集中在中国内需市场 加工制造以后在市场上卖的 还是说这些中间材 它是会卖到其他先进国家去的 如果它是会卖到先进国家去的 那当然台湾受到中国自己本身经济的影响就会比较低 可是因为在去年一整年 整体的这个全球的经济都受到通货膨胀的一个影响 那在通货膨胀高 然后各国央行又为了要升息 为了要抑制通货膨胀而升息的时候 它自然也就会使得大家的消费更为紧缩 因此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我们的出口呢在过去一年表现的是在衰退的 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数据的事实 以及数据背后的一个意义 那当我们看到台湾对于中国 在2022年有高达79%的一个出口的中间材的比例 在2023年1到11月 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数据 是大概有74%的一个比率 那当然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说 那看起来台湾在中间材的出口上的比重好像降低的 但是比重的降低最主要就是中间材它的数量就大幅的降低 降低的速度其实也算是快 因此呢这个比重会降低 可是当平均而言我们会看到 我们的中间材的出口比重是79%也好 是74%也好 那一定会有存在台湾对一些国家的中间材出口比重 是高于79%的 对有一些国家是低于79%的 那事实上我们可以知道台湾对于中国在中间材的出口上面 根据我们经济部的一个新闻的这个资料 可以知道它的这个比重占了高达这个九成 也就是89.9% 这个比重是相当相当高的 那有超过五成的比例 接近六成是集中在机体电路上面的 所以你从这样的一个贸易结构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 是非常非常高度集中在中间产品 那在这些中间产品里面 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集中在机体电路 这个也是我们常常在节目之中 跟各位听众朋友所说的 台湾对于中国目前的一个贸易现况 贸易的图像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 因此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可以知道我们不会片面的把 台湾与中国之间的一个贸易往来 解释为台湾对于中国经济的一个依赖 因为这样的一个说法是非常不正确的 那怎么样不正确 我们可以再进一步来看 当台湾对于这个中国 它的一个出口的绝对金额 虽然在创新高 而且这个增加的速度很快 那当这个速度增加很快的时候 下一个问题就会发生在 那如果速度增加很快 理论上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占比也应该会跟着提高 那我们就要看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占比 有没有进一步的增加呢 事实上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占比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 我想长期以来大家都非常关注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一个经济往来 那一方面是中国在过去他确实有一定的市场 二方面也因为中国对台湾的一个武力威胁也好 经济威胁也好 其实都持续的在增加 所以当我们在看台湾跟中国之间的一个出口的话 我们当然会希望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占比可以降低 但是出口金额的提高或降低 其实也不见得完全是由台湾来决定的 因为中国它是世界的一个工厂 因此呢 如果当台湾的产品有做得非常的好 那世界主要的品牌都集中在中国生产的时候 台湾的产品是不太可能说不要卖到中国去的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刚特别提到 有九成的中间才出口到这个中国去 这里面又有高达将近六成的比重 是在这个机体电路上面的 那以目前来看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虽然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的绝对金额 我想从2012年1186亿增加到2022年 因为2023年最终的统计资料还没出来 有1858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这将近十年的期间 那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 大概增加了将近接近700亿 可是事实上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占比 是从4成降到2022年底的38.8% 降到今年1到11月的35.4% 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这代表说当你对一个国家的一个出口 金额在创新高 那你对它的出口占比还反而在降低 就是因为其他国家的出口增加 那其他国家出口增加多少呢 其实最明显的是美国 美国我们台湾对于美国的一个出口 从2012年的330亿元 增加到2022年的750亿 所以增加的幅度将近一倍 将近100% 美国对于台湾的出口 占台湾的出口比重 也由过去的11个percent增加到15.7个percent 所以从这里来看都可以知道说 事实上台湾并没有对中国的一个出口依赖增加 反而是出口是在分散的 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探访时间 我们节目稍微回来 从两岸国企与财经等角度 透视中国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每周一到周四的晚间 9点30分到10点 在中央广播电台播出 如果您对这样看中国节目 有任何收听感想或意见 欢迎写信到台北市北安路55号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 也可以透过电子邮件 节目有两个信箱 2020 at rti.org.tw 我是2020-0203 at gmail.com 此外更多精彩丰富的节目内容 欢迎透过央广官网或是podcast平台 搜寻 这样看中国节目收听 再次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请持续锁定收听 每周一到周四晚间9点30分到10点播出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的 这样看中国节目 蔡明芳时间 我是主持人蔡明芳 那我想我们刚刚在节目的前半段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明 台湾跟中国在近年来的一个贸易的状况 以及贸易的数字的变化 那事实上这些数字都告诉我们 台湾对于中国的一个经济依赖 是在降低而不是提高 台湾也不是只有出口中国市场 台湾对于美国市场的一个出口的成长率 是高达一倍的 因此呢 要去说台湾对于中国的依赖增加 这样的说法其实是非常不正确的 因为只有看单一的数字 那我想过去在2012年 被台湾过去的这个前总统 马英九总统 阎兰陆阁的管中民 这个前主委 国发会前主委 他在这几天他也提到的 他认为说 经营学人一直讲 台湾是全世界最有危险的地方 事实上不是只有管中民前主委 管前主委这样讲 事实上也有很多的人在谈 这一个台湾 甚至在这一次台湾总统大选 在竞选的时候 也常常会告诉我们台湾民众说 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那以此来说 目前的执政党的做法 好像这个是对台湾是不利的 但是这样的说法是不是正确 或者是引用 英国经济学人 虽然是国际上非常有名的这个媒体 但是是不是引用他的话是对的呢 如果引用他的话 就一定代表他讲的话是对的 那我想我们可以很快的找到 在2012年的时候 那经济学人也曾经提过 台湾的这个马英九前总统是笨蛋 但是我们事实上 我们并没有看到 这个管前主委一直拿着 这个经济学人的一个这个说法来说 也就是说我想每一个媒体 他都有自己的一个主观的认知 你把他的话拿来到处宣扬 那是不是客观的 特别是你又当过 在国家上非常重要位置的人 我想我们可以进一步来分析 那台湾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我想大家都知道 面临的最大的威胁当然是中国 而且不是只有台湾面临中国的威胁 而且事实上日本还有南韩 那南韩还同时面临的这个北韩 那日本也面临了这种俄罗斯 这些国家的一个威胁 那越南印度都跟中国这些邻国 都有一些直接的一些军事的这种冲突 所以你要说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吗 这样的说法好像会有点问题 那为什么会成为最危险的地方 正因为台湾的重要性持续的提高 让大家都看见台湾 所以才会让这个中国对于台湾的民主的发展 更为忧心 所以武力恫吓就持续的升高 那这样的一个方向 其实是代表台湾的实力在变强 而不是台湾的实力在变弱 事实上如果今天一个国家 他持续无法变强 我想没有任何的国际媒体 会去注意到这个国家 但是当这个国家持续的经济实力变强的时候 原来一直对这个国家有威胁的外国 当然就有可能会眼红 特别是这个外国中国 他的经济又在往下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自然就会使得我在经济上慢慢的不如你 我有可能就会用军事来解决 那这个当然就是所谓不理性的一种做法 这个管前诸位 他其实除了讲台湾是整个这个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 引用这种经济学人的说法 其实如果这样的说法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觉得有点道理的话 那大家不妨去想想看 为什么台湾是全世界或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 但是台湾在这几年的经济仍然持续的在成长 当然经济成长的果实 或经济成长的结果 他有可能是受到这个半导体产业的很重要的影响 这我们必须要承认 但是也因为半导体产业的一个亮点 让世界被看见 所以台湾才可能成为整个全世界大家关注的地方 或一些媒体报纸所提的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危险并不代表它就真的风险非常非常的高 那我们来看一下 所谓的危险看你怎么样去解读 那我们不可能片面的用危险这两个字 就来说这个地方的风险就一定会持续的升高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也可以看到如果台湾跟中国之间兵凶占卫 那为什么台湾对于这个中国的出口 仍然持续在增加 那如果台湾对于中国的绝对金额在增加 那有一些人就会说 你这样台湾是不是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在提高 你对它的出口增加 那他说你对它的依赖在增加 当我出口在增加的时候 你又说那你兵凶占卫 兵凶占卫理论上应该是出口就会往下掉 贸易活动应该就往下掉 而不是会增加 所以如果真的要去讲兵凶占卫的话 我觉得要有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利润的基础 除了这个经济学人的一个报导以外 事实上管前总委他也特别举出了 因为他毕竟过去担任过国发会的一个主委 2012年他入阁以后 那其实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节目前半段看到 台湾跟中国的一个贸易数字 跟今日已经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出口的占比是慢慢的在往下掉 那管前总委他的衡量台湾的一个经济依赖程度 他是用台湾对中国的一个出口成长速度来衡量 也就是说当你对于中国的一个出口成长率 如果很高的话 那就代表你对他的依赖在增加 但是你对中国的出口的成长率 如果降低的话 那就代表你的依赖在下降 可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想看 这样的说法对不对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想想看 假设台湾今天出口一个产品到中国去 这个产品他面临中国市场非常大量的竞争 当他面临中国市场的一个厂商大量竞争的时候 那有可能会使得台湾的厂商的产品就卖不过去了 也有可能会使得台湾厂商就干脆不在台湾生产 跑到中国去生产 或甚至跑到越南去生产 因为他的成本 他的出口竞争力是赢不了中国当地的厂商的 那因此呢 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也就会降低 另外一种情况 也有可能是台湾的厂商 他慢慢的有可能是受到 被中国的厂商给并购掉了 那无论是哪一种情况 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都会降低 我们可以用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降低来说 台湾对于中国的依赖就在降低吗 这样的说法我想我们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没有办法接受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你的产品被取代掉了 你怎么会把它解释成依赖的降低呢 比较精确的讲法应该是 台湾产品的出口竞争力或生产竞争力降低了 所以被中国给取代了 或被中国给进口替代了 因此呢出口才会往下掉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代表这个国家 事实上他的产品可能是没有升级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要去看这个出口的一个成长率 管前主委他所提出来的数据 用成长率当然就是不是非常的正确 但是他已经提出来了 我们还是有必要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做一些说明 这个根据管前主委他的衡量方式 蔡总统任内对中国的出口金额成长率大概平均是9.3% 高于马前总统的2.5% 事实上他就说 在马前总统已经慢慢让两岸经贸慢慢缓和下来 依赖降低了到蔡总统又高起来 那如果各位听众朋友了解我刚刚的讲法 那你应该会知道 当你的出口金额成长率降低 有可能是你的产品一直被替代 你的产品的竞争力一直拉不起来 才会导致你的出口成长率降低 反过来讲 回到我们刚刚在节目前半段跟各位听众朋友所提到的 台湾对中国的一个出口有高达9成是中间财 在这9成的中间财里面有高达6成的比重 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一个机体电路上面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当然就代表台湾的机体电路我们都知道 没有什么好这个大家来互相辩论的 我们都知道说台湾对于这个机体电路上面 长期的这个研发的成果已经被世界看见了 这是无可取代的 那也正因为无可取代 所以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才会持续的提高 所以反过来讲 应该是台湾就出口占比来讲 这个蔡总统任内他整个出口的一个 对中国的一个出口的依赖是在降低的 就出口竞争力来讲 台湾对于中国的相对的这个出口竞争力 是持续的在提高 中国有没有想要去就成熟制成 就晶片来讲去实施进口地带 也就是自己去发展相关的这些成熟制成的晶片 有啊 但是他有没有发展起来 我想从他过去的紫光武汉红星失败的例子 我们都知道中国这条路其实走的并不轻松 从他的中芯国际过去刚成立的时候 有可能威胁台积电到现在跟台积电 跟台湾的联电事实上差距都越来越远 所以我想当我们用一个经济数据来告诉大家说 台湾跟中国的贸易长什么样子的时候 其实我们应该要举出更多其他的数据来佐证 才可以让自己的论点可以更加的具有所谓的强韧性 可以比较不容易被挑战 否则如果只是用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成长率来看的话 有可能这样的一个数字凸显的是台湾被中国替代的更多 那更重要的是我想在去年一整年我们可以看到 台湾对于中国的出口比重 从管前主委被任用为政府官员到现在为止 我想这个幅度其实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目前台湾整体的一个对中国的一个投资 从2010年高峰时达到84% 那到2023年1到11月目前大概只剩下12% 所以事实上台湾对于中国的投资也大幅在降低的 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 那最后我想我们蔡总统在元旦演说的时候 也讲的非常的重要 就是说如果要说这几年世界的关键 关键制是什么 台湾的关键制当然就是世界 那世界的关键制里面一定有台湾 那我想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人会看到台湾 有可能是世界上这个最危险的地方 他会用这样的数字来形容 那就看大家怎么解读 我想文字大家可以各自去解读 但是数字背后的意义是不可能被随便扭曲的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个内容 那谢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再见